今年6月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 发起了全球征签活动 截至到11月底 全球约有上百万人签名支持这项呼吁 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九评共产党》 初刊9周年的同时 也举办了一系列反活摘器官的活动 香港立法会议员 以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在集会上 齐声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同时声援1亿5000万中国民众 退出中共组织 上周四 香港立法会大楼内 首次举办了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 随后 11月30号 香港约900名法轮功学员再次举行集会游行 应邀来港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 在会上质问中共 中国庞大的移植器官从何获取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亚洲区法律顾问朱晚奇律师表示 全球联署签名应该超过百万人 医生组织还提出成立跨国界和跨党派的全球国会议员联盟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及社会人士也到场声援 他们纷纷斥责中共的残酷暴行 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 我们都希望香港立法会的议员能够发声 令到这个活摘器官是不能够再在大陆存在 令到香港不会成为一个器官买卖 器官酬用的地方 这是加持独装 隔一天 香港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九龙成沙湾游乐场练功 下午举行九评九周年集会 为党 为党 为兑 何以决定中共 决定中共 决定国外 九年前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的 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军表示 《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 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道德觉醒运动 至今有超过一亿五千多万中国民众 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而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中 中共用邪教合一的方式 用政教合一的邪教方式治国 用精神和暴力控制中国人 把中国人都卷入了政治 九评和三队已经成功的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摆脱了中共邪恶的政治 摆脱了中共精神家属和捆绑走向新生 找回道德的勇气 以吹骨拉朽之气解体中共 九评发表的九连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变 三十号下午两点多 游情队伍由九龙长沙门游乐场出发 途经九龙区闹市 经验了许多大陆游客 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有什么 就是说想表达的话 你可以上街去啊 怎么怎么样啊 就是说挺自由的吧 我觉得挺好的 非常的震惊啊 我怎么说呢 因为在大陆的讨证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啊 那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 那肯定会支持他们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人权自由 我在略地过来的 没见过 觉得很 还是比较和平的吧 大家有说话的权利嘛 游情队伍下午点多 抵达终点 先杀绝码头 活动也在博目中结束 新台记者您就点 三小频道 感谢观看 观看 本来观看